你敢相信吗 2023网传的天降紫微星已经出现三人 名字还全都带纳 有人心哥爆火 群眼路眼盲翻天 有人顶着一张整容脸 却能无缝衔接 崩膀禁足 硬生生让大家把他看顺眼了 还有人一上来就跟费翔搭档 就是其中两人的阴痴属性是怎么也盖不住了 只能说隔行如隔山 还是好好演戏吧 网红《纳依娜》2022年11月 推出的个人首张原创单曲《爱如火》 就通过洗脑的旋律和魔性的歌词 引起全网集体翻唱 连实力歌手也没放过 统统都被洗脑 《纳依娜》一夜爆红之后 就开启了自己的巡演之路 那是场场爆火 不过《纳依娜》也曾有过黑历史 那就是通过化妆和特效 假装俄罗斯人来博取国人的关注 直到被封杀 所以当她以纳依娜的身份 重新出现在大众视野 被众人发现时 大家还亲切地给她 灌了一个诈骗犯的头衔 如今《纳依娜》新歌 恨如冰上线 不许不久之后 这首歌也会成为 网络爆款神曲 这位俄罗斯和蒙古混血的演员 纳燃 今年凭借一部《风神榜》中的打击一角 让大家熟知了她 不少人直呼 她把这只狐狸眼活了 当然 上天在开启她演技与美貌 这扇窗的同时 却把她音乐天赋的门 狠狠给关上了 这大白嫂 姐姐 咱还是尊重美貌跟演技吧 唱歌是真的不适合咱 不过姐姐的钢管舞还是值得大家一看的 我们的美娜姐就得好好说一说了 全网最忙女艺人 虽然顶着一张整容脸 却能无缝衔接疯狂进组 让大家把她硬生生的给看顺眼了 不自觉的搜索她的影视剧观看 其中这部闪婚响甜妻 可是她的演技高光时刻 亲爱的 好久不见 好想你啊 我也是 近期她还在自己账号 发布了自己演唱的主题曲 潘雪 还在开机仪式上 演唱了张韶涵的预言 当然了 能听出她唱的这首歌那都是真爱粉 看来美娜姐真是想演戏唱歌事业双开花呢 就是这唱功 还是想说一句 隔行如隔山 祝美娜姐成功吧 视频最后 你觉得这三人谁更像今年的紫薇心呢 感谢观看